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赵亚明,继续给大家播讲黄埔国民党人物列传,我们继续来讲钱大军 上次我们说到钱大军在抗战爆发初期,那么担负起了中国空军的指挥和领导的责任,取得了不小的功绩 那么在1939年4月8日,军统,局长贺耀祖,以及副局长戴利,联名向蒋介石密报 说航空委员会各级主管于前一年的年底,在以航委会委员的身份,代理该会委员长职务的宋子文的批准之下 均领到了一笔500至5000元不等的特别费用 大家看一看这个数量,500到5000元不等,并且是分发给各级主管 这听上去很像现在的年终奖金 但这种看上去与年终奖金类似的例行公式,却演发出了轩然大波 蒋介石为此大动肝火 为什么呢? 因为蒋介石和宋子文两个人产生了很大的矛盾 而钱大军呢,又是蒋介石认为是自己贴心,可以完全信任的心腹 而钱大军他本身的性格又是和别人总是轻易的打成一片 那么蒋介石看见钱大军从宋子文那儿拿到了这样一笔钱 蒋介石非常的恼怒 所以在公开场合多次的谴责行委会主任钱大军 贪财如命,欺上舞弊 这就使得钱大军被冠上了贪污爱财的这样一个坏名声 后来钱大军呢,也被移送至军法执行总监部撤职严惩 钱大军的这个案子呢,在抗战期间非常的出名 因为在抗战八年中,国军内部的贪污走私 经商舞弊等违反军纪的行为有很多 但是钱大军是战时军阀审判中唯一因为贪污罪名 而遭到实际惩处的陆军现役上将 在戴笠的报告中,除了具体列出了行委会内部领取这笔年中特别费的人员名单及金额数字以外 还提到经理处处长涂宗根除了特别费的五百元之外 还另外再加拨给了他三千元 虽然没有说明理由 但是根据这个报告中的前后文具的语义来看 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 这笔加发的钱好像是给图处长的奖金 而且在报告里边指出这笔特别经费的起因 是钱大军在图宗根的建议下决定不向蒋介石请示 而是由图宗根借由去香港办公务的机会 直接将公文及特别费的分配一篮表 亲自送给代理 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子文 让他批准 但是获得这笔年终奖金的 只是航空委员会的各级主管 名单以外的人员 包括所属部队的人员都没有领到这笔费用 所以呢 风声传起来以后 有很多人不满 那么航空委员会内部有人就把这件事披露出来 这样才让军统局知道 向蒋介石进行了汇报 蒋介石最初得到报告的时候并没有太重视 他只是让戴笠亲自询问钱大军是不是真有这件事 那么后来呢没有收到回复 于是蒋介石就命令侍从使以首令 致电给钱大军 让他尽快的回报 钱大军在三天之后 由航委会主任秘书吴松庆协助 写了份稿件 回复了蒋介石 承认了领取特别费的人员以及金额均属实情 但强调这是由宋子文批示的 并非是屠宗根的建议 那这笔费用的理由呢 是1938年初 航委会主管每月固定领取的特别办公费 被蒋介石命令取消以后 委员会内的人员都感觉到生活困苦 并且呢 军事委员会各部自武汉内签重庆 所需的交通费以及搬签费用 对于各级主管来说 都是一笔庞大的额外开支 按照钱大军的说法 有鉴于行委会各级主管 任重事凡 自应着语辅助 以示体恤 这才想起来向宋子文请示 批准发给特别费 那么宋子文呢 也亲口允诺 会将这件事向蒋介石回报 在这封回信里边 钱大军强调自己和屠宗根是清白的 钱大军特意强调 自己并不在名单之中 他所领到的五千元 是宋子文主动批合 也就是钱大军说 我并没有申请特别经费 而是宋子文主动给我的 并且他强调 绝对没有给屠宗根 加发三千元这种事情 这封信里边 钱大军的语气可以看出来 钱大军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 只是小事一件 认为蒋介石不会再进一步的追究 但是他低估了蒋介石的脾气 因为在抗战爆发以来 虽然空军在最初的几次作战中表现不错 但是中国空军和日本空军的确在军事实力上相差甚远 因此呢 空军在作战中的优秀表现 只是昙花一现 之后在作战表现中的不利 这时候蒋介石的不满情绪 以及节节败退的战局 已经让蒋介石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在武汉失守之后 国民政府所有的机关内迁重庆 而日军呢 也开始对重庆等地展开了猛烈的轰炸 那么中国空军这个时候 几乎已经没有还手之力 而1939年1月15日 是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以来 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 也是日本飞机大规模轰炸重庆市区的开始 当天呢 蒋介石曾经下手令给钱大军 痛斥航委会之无能 那么这个手令中这么写的 近日我空军毫无生气 航委会同仁为之心有所思否 此整机关高级长官 真所谓保时终日 无所用心 突费人民趾高 何以见人 若长此以往 应赶办结束 从速取消可也 若收能为 战时多余用心 则后方可修理 这飞机 应昼夜督促 加工修理 必可倍增力量 而后方各校未经作战之教官 应与前方作战人员对调服务 必有许多人员可以增加应战 诸事在于主持之人深思熟虑 必使废物废人 皆能为战争利用 不使一人一物不得其用 方能任现代军事机关之主持者 若诸军则只知花费用钱 无钱既不能办事 其实有钱 亦不能办事也 长此下去 石窥职守 屠害国家 不如从速收束事也 蒋迪师这封信 写的是 强烈的不满情绪 悦然纸上 你们要干不了 关门得了 想完这封信以后 蒋迪师还不解气 在第二天 他又下了一道手令给钱大军 显示出更强烈的针对性 这第二封手令里 他这么写 昨日敌机27架来于轰炸 并无驱逐机 而我有驱逐机9架应战 竟使敌机安全飞回 而不能击弱其一架 此可知我空军应战不力 否则 亦腾空必战 乃至敌机 安全非凡 此为我空军懦弱无勇 之最大之羞耻 而行委会主任 及其空军人员 毫不追究原因 恬不支持 疏为痛恨 该主任 前主任 训练无方 指挥不力 应记过一次 以后如再有此等无耻之势 应记加倍处置 这在前大军跟随着蒋介石的生涯里边 几乎没有碰见过蒋介石这么骂他 这说明蒋介石对于前大军担任 航委会主任的无能 已经到了一种忍无可忍的地步 而前大军并没有重视到蒋介石对他的警告 以为这只是蒋介石走走过场 口头说说他而已 那么前大军给蒋介石写了回信 对这笔特别费用进行了解释 那蒋介石是怎么回复他的呢 蒋介石用黑笔在前大军的回信上 下面写下了如下的话 他写道 我国家对空军人员原属优待 而你们空军成绩如此 还不自反省自处 乃反要此种特费 是为你们良心何在 然后呢 他又用红语批示 写道 为何成宋代委员长批示 而不直成中正 此明明为有意取巧 不忠之志 可痛 以后无论何种款项 需由中正亲自批准 不准支付 这两个不同颜色的批复 就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说明首先蒋介石就不同意 给行委会这些主管批这笔钱 那么第二个用红笔的批示 就更严重了 蒋介石说 你们为什么不让我来批示 而去请示宋子文 这就是说明你们心里有鬼 你们才会绕过我去找宋子文 这是钱大军根本无法解释的 所以钱大军呢 在收到蒋介石的批示之后 看到这些文字 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 而且呢 在蒋介石的批示中 有被蒋介石划掉的文字 但这个文字划掉的并不很清楚 钱大军还能看到 被划掉的是什么字 那么被划掉的这句话呢 蒋介石这么写的 我以为你没良心 冷血动物 钱大军看到这些文字 当时他在他的日记里写下 如此言语 令人如何在干 至此 蒋介石和钱大军 两个人多年建立起来的这份信任 这份主从关系之间的信任 彻底的崩塌了 那么蒋介石指示 将这个案子交由军法执行总监部审理 那么钱大军曾经数次前往黄山关底 希望能给蒋介石当面解释 但都吃了闭门羹 而且行委会上成的例行公文中 蒋介石也一再的进行着 酸言冷语的指责和嘲讽 那么这个时候对于钱大军来说 应该没有比辞职更好的选择 所以钱大军在4月25日 1939年4月25日 钱大军向蒋介石提交了辞职信 后来10任师从史第一任 第一处主任的张志忠等人 劝阻之下 暂时压下了钱大军的辞呈 但是钱大军呢 也跟张志忠发牢骚 钱大军就说 予以为是可杀不可辱 如此一再深斥 言语刻薄 令人不堪忍受 这说明钱大军的心里边 也非常的不满意 认为蒋介石小题大做 那么更让钱大军觉得难堪的还在后头 1939年5月20日到24日 在重庆一连举行了五天的空军业务会议 那么在这次会议上 蒋介石要求行委会中下级人员将困难及缺点详细陈述 这本来的意思呢 是让中下级人员把具体工作中的问题报告上来 那么大家想办法解决 因为毕竟这是在战时 但是报告上来的问题呢 十分的琐碎 而且数量众多 这就使得蒋介石本来就尚未平息的怒火 再次爆发出来 那么蒋介石再度训话 他强调 行委会中下级的这些工作人员 生活如此困难 可是行委会的高级长官 只知道为自己的优越生活着想 而不此解决下级同仁的困难 实在是腐败至极 蒋介石还说 从政办事二十多年来 从未如此看不起国军的高级长官 毕竟是蒋介石许诺 一定会解决这些问题 高级长官 行委会的高级长官 绝对不敢秋后算账 那么关于这一天的会议呢 蒋介石和秦大军都写下了日记 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 承认他是故意选在行委会 中下级的工作人员都在场的时候 故意的不留余地 斥责行委会高级主管 贪财腐化 尤其是秦大军 但是在蒋介石的日记里 他写道 令他最感觉惊讶 亦或是叹为官职的事 而彼大军则神色不变 不知有廉耻即以奈何 蒋介石认为 钱大军面对着指责 面不改色 心不跳 根本就不知廉耻 那么钱大军的日记是怎么写的 钱大军的日记是这么说的 官此态度 激进挑拨 会议而变成法庭 比以为五等必有贪污事实 殊不知五等人格之所在也 做十余年长官 而不能看清部下人格 往事咆哮 真可谓狂为者也 而尚未办事二十余年 从未如此看不起高级长官于云 时自曝其短耳 钱大军这段写的是什么意思呢 说蒋介石 把一个会议变成了法庭 然后污蔑 他的人格 钱大军说 我跟了你十几年 你不知道我的人格是什么样子的 从这两份截然不同的日记 我们就可以看到 蒋介石和钱大军 他们的关系 已经产生了不可消除的裂痕 经过五天的会议之后 在闭幕典礼上 蒋介石再次对所有开会的人员 公开宣布 钱大军贪财如命 欺上武毕 自近日起免职 交付军法执行总监部 依法惩处 当天晚上 蒋介石宴请航委会 及空军主管 在席间 他再次说明 他从严惩办 钱大军案的真正原因 他说 钱主任追随最久 关系最密 故不能不从严惩办 又为此事 不应请示送事 送半年未在 比在香港 我在重庆 不请示我 而请示他 故不能不办 蒋介石在那一天的日记里 是这么写的 他说 死心悲痛愤怒 不知所指 国人贪污 无耻之风 如何克制 遥念前途 无以为继 唯有以身作帅 建议风气而已 所以蒋介石 这个时候认为 贪污腐败 这是个人的风气 只要他作为领袖 能够以身作则 做出榜样带头作用 那么下属的这种贪污 腐化的风气 就会被遏制 实际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即使到了人类文明发展 高度发展的今天 人的本心依然是自私自利的 所以指望由社会风气 来杜绝 贪污腐败 这是很难的 正确的做法 还是要先以以法为本 以法律和制度为框架 将社会风气 强制性的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 这样才能杜绝贪污腐败 用杜绝这个词可能也不太恰当 因为我们最近 我们最近这些年经常流行的一句话 叫水智轻则无鱼 其实很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呢 是指我们人类的本性在现阶段 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杜绝贪污和腐化的 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 每个人在考虑到他 跟他自身利益相关的时候 都会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 最少大多数人是如此 那正因为如此呢 所谓的贪污腐败 是没有办法根除的 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呢 是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制度 将人类的这种贪婪本性 和自私自利的本性 限制在对人类社会发展 整体上损失最小的这么一个水平 同时呢 通过法律法规制度 对人的这种自私自利本性的压制 逐渐的引导着 大多数人的认识和思想水平 向着越来越少的自私自利 越来越多的公义这种想法上 不断的提高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理解角度 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那么当钱大军的这个案子 正式移送到军法执行总监部之后 钱大军就到该部报道 并接受拘留审讯 三天之后 蒋介石指示何成郡 有关钱大军定罪的原则 说是依照党员贪污在500元以上的刑法 进行处置 但这件事情恰恰说明蒋介石 对于国民政府的法治 并没有完全的了解 何龙俊作为军阀总监 他向来是强调依法行政 那么在当时国民政府所颁布的法规里边 并没有任何一项法规单独针对党员的特殊身份 而颁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里边 也只有对贪污者的行为定罪 而没有根据贪污所得的金额进行定罪 只有在1929年颁布的陆海空军刑法里边 在辱职罪中才提到过具体的金额 而辱职罪涉及的是现役军人 苛扣军饷 福报价谋 或者其他依职权之下进行不法获利的行为 这才规定了不同的根据金额数目 不同的量刑 那么根据钱大军的金额 如果强行的把它划归到辱职罪这个罪名里的话 他应该被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贾警师给了何承军一个星期的调查时间 那么当时军法执行总监部 也的的确确以高效率在七天的侦讯过程中 翻阅了所有相关案件 以及宋子文与钱大军两方取得这件事 之往来信函 七天之后 何承军签结本案 但因为钱大军是现役陆军上将 所以依照陆海空军审判法第七条规定 必须组成由一级上 为审判长的军法会审 因此军事委员会 成立了审理钱大军案 之高等军事会审法庭 由唐生智为审判长 陈条元以及徐永昌为审判官 那么军事法庭就进行了公开的审讯 也是将原来的问题翻来覆去的再问一遍 1939年6月6日 何承军 唐生智 陈条元 以及徐永昌 一起将军事法庭审理结果 承报给了蒋介石 最后的判决结果并没有按照蒋介石之前的指示 即贪污在500元以上 以刑法论处 而是仅仅按照陆海空军惩戒法 予以了撤职的惩戒处分 这说明唐生智等人对这件事情的 对这个案子的见解和蒋介石有着很大的差异 这边虽然不免有维护钱大军的意思 但也反映了在国民政府的内部 多数人对这个案子的看法 认为蒋介石小题大做 判决出中的理由是 这么说的 他说这笔钱 性质固然有别 但是也是为了体恤了属 动机也属纯洁 虽然钱大军让图宗根 去香港以出公差的便利 让宋子文代为核准 但是宋子文 他的的确确是被授予了代理该委员会的职权 并且奉有明确的指令 所以他代理核准这文件 是符合规定的 而钱大军他自己所领的款项 的的确不在他的请求 名单之内 是由宋子文自动批发的 所以钱大军本人 他的所作所为 并没有舞弊的事实 与贪污有着区别 因此判决报告里认为 钱大军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只是在手续上出现了失误和疏忽 那么蒋介石在接到了判决书之后 迟迟的不予批示 但实际上蒋介石在他怒气见消之后 他也知道 钱大军这件事情不是属于贪污的大案 蒋介石私下曾经说过 他说木饮随于泼酒 木饮是钱大军的字 木饮随于泼酒 用些钱亦不在乎 不过欺人太甚 不够做朋友 所以蒋介石这个时候心里在意的 是钱大军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就拿了这笔款项 那么何银钦陈城这些人 也都向蒋介石建议不予批示 那么从帮钱大军说话的这些人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钱大军在国民政府 以及国民党的军界 都有着非常好的人脉关系 何银钦陈城 这都是实权派的人物 那么军阀总监何成郡 唐生志 徐永昌 这也是当时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举足轻重的大佬 那么这些人都帮着钱大军在说话 那么这个案子就被无限期的搁置下去 钱大军复闲了好一阵 在这期间呢 吴志辉 何银钦 白中席等人多次向蒋介石禁言 希望能给予钱大军再次报效的机会 那么蒋介石曾经不胜其烦 表示本来打算是要枪毙钱大军的 辉了斩把素 正是在众人的一再求情之下 他才放过了钱大军 所以他更不可能启用钱大军 这个时候还有意思的是 白整喜 他和钱大军的关系其实非常好 所以白整喜呢 看到蒋介石的这种态度 认为事态严重 所以就告诫众人 切不可再提再次启用钱大军这件事情 否则把蒋介石再次惹火了 可能会弄巧成拙 反倒是害了钱大军 那白整喜呢 还是低估了蒋介石和钱大军的这份感情和友谊 1941年7月 在何银钦的举荐下 钱大军出任了军事委员会运输统治局参谋长 不久又赶任了秘书长 在1942年6月 在转任军政部政务次长 所以呢 在蒋介石弃消了之后 他也没有认为钱大军这件事情上 钱大军真的有贪污的事实 他也认为 他是小题大做 所以呢 在弃消之后 蒋介石又恢复了对钱大军的任用 值得一提的呢 是钱大军当时被撤职 父前在家的时候 他在成都同梁县 虎丰镇西温泉村 出资创办了西泉中学 并且自任校长 亲自制定了校训和校歌 他还找到了一个合伙人 跟他共同 和他一起共同出资 这个合伙人呢 就是白崇喜 1940年 他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战时运输统治局 参谋长秘书长 这个职务是由何银钦跟蒋介石说 那么蒋介石批准 任命钱大军担任 所以何银钦呢 为了让钱大军能够再次被启用 也是花了不少心思 那么钱大军被启用之后 他主要负责的是去云南 保证中缅国际通道 军需物资运输的事情 那么钱大军完成的很好 1942年6月份 他又就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部次长 这又是何银钦 因为何银钦被转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 那么何银钦再次把钱大军 带到军政部那边 让他当次长 1943年10月1日 钱大军获国民政府颁发的 一等云辉勋章 1944年10月 陈诚继任军政部部长 那么蒋介石认为 陈诚在保证军校第八期就读的时候 钱大军已经是该校的分队长 是陈诚的上级 所以呢 他不认为应该让钱大军 居于陈诚之下 这说明蒋介石对于钱大军 还是非常的信任和爱护 因为在他认为钱大军 不能居于陈诚之下以后 他的1944年12月 任命钱大军为军事委员会 侍从使侍卫长 及第一处主任 钱大军转了一圈 又回到侍从使第一处当主任了 而且还兼了侍卫长 而且更进一步的是 这个时候的钱大军 还兼任了军统的局长 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军统的最高领导人 1945年5月 钱大军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那么9月9日呢 他出任上海光复后第一任市长 兼松户警备总司令 钱大军虽然当了上海市光复以后的第一任市长 以及警备总司令 但实际上 他在上海根本没有太多的实权 因为各派的势力各路人马都纷纷的进驻上海 接收远东最繁华的都市 各路人马为了攫取利益 相互之间明争暗斗 那么钱大军虽然身为市长 以他的性格 他不愿意和这些背后都有着强硬后台的势力 进行针锋相对的 矛盾冲突 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 接收上海的时候 在国军的势力上 最大的那股就是汤安博 汤安博背后的后台是谁呢 就是蒋介石 所以钱大军不可能对于汤安博的一些举动 加以干涉 但是作为市长 钱大军也是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比如说他在任职期间 他曾经向英国交涉 收回了跑马厅 也就是现在上海人民公园 不许在此地搞赛马赌博等活动 他责令了公务局扩建南京中路 方便闹市区的交通 修筑了无松口的海滴 但是对于钱大军来说 包括市政府内部的各局局长和中高级干部 实际上呢都是有他自己的后台和社会地位 也不是钱大军这个市长所能指挥动 而钱大军本人呢也不想指挥这些人 当时市政府本身的实权是操在秘书长沈世华手中 而宋副警卫总司令部呢 则完全由副总司令李吉兰主持 钱大军采取的态度呢 是完全的不加过问 据上海人的回忆 当时钱大军 他做的唯一一个重要的工作 就是招待美国人 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和美国人举行鸡尾酒会 招待嘉宾 实际上抗战胜利之后 上海市政府以及所属各级关中 重庆来负责接受的这些官吏 和原来留在上海的人员复员的 这里指的是 留在上海的是没有参加汪维组织的 即使这样 重庆来的和留在上海 复职的这些人员 他们的差别是很大的 重庆来的所给的工薪 是底薪的100倍 而留在上海的为底薪的60倍 在机关中开饭的时候 重庆来的这些官员 桌子上是6个菜到8个菜 那么上海本地复职的 这些官员的桌子上只有4个菜 所以重庆人和上海人成为了当时上海市政府和各直属机关中 敬畏分明的两种称呼 秦大军这个上海人市长当时时间并不长 因为他再次被人告发 说他贪污 说他漏了很多钱 据说他私卖 私卖 私卖敌伪物资 竟然高达42亿元 这个数字呢 我没有办法考证啊 或者查证他的出处 但是秦大军如果在一年之间 能够干出这么大的一笔数额 他的贪污速度 在中国历史上 也可以排入最前面几位了 那么当秦大军被人告发他贪污以后 蒋介石当时就说了一句 说秦大军一贯贪污成性 不足道也 1946年3月5日 秦大军辞职 辞去了上海市长职务 就回了苏州 那么秦大军当上海市长 一共当了多久呢 他是在8月10 1945年8月13日 被任命为上海市长 兼松户警卫司令 9月9日 飞到上海就任 那么1946年3月5日 离开了上海 回到苏州 在这么一段时间里边 他有没有可能贪污大笔的金钱 这个呢 大家应该独立的思考一下 自此秦大军就淡出了 国民政府中枢 和国军的核心圈子 他就回到苏州 赴贤了 一直到1949年2月19日 他被重新任命为 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 后来在3月29日 又任命他为 川康滇前四省联合剿匪总指挥部 副总指挥 5月份又被任命为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 那么11月28日 他陪着蒋介石 由重庆飞往成都 然后又从海南岛去到台湾 所以秦大军啊 作为黄埔军校 早期的封印人物 他在解放战争 国共内战的战场上 秦大军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是蒋介石不想用他 还是他自己心灰意冷 根本就不想出现 这已经不得而知 有兴趣朋友可以查一查他的日记 看看他这里面有没有谈到过这个问题 但总之 秦大军 以赴贤的状态 度过了国共内战 最激烈的那几年 最后呢 他去了台湾 他并没有留在大陆 而去了台湾之后 秦大军反而做了不少 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然后激发台湾民众 民族自信心的卓越成绩 那么秦大军做了哪些事呢 我们最后一集呢 再给大家来具体的讲